中国科学家研发新型爆轰发动机 其意义究竟有多大 这款发动机又有多先进 为何说中国人是把当年美国的骗局变成了现实 近日 南华早报报道称 由中国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王斌教授团队研发的一款新型发动机 经过飞行演示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而这款名为连续旋转爆震发动机的新型爆震发动机 宣告其在中国正式问世 虽然后续中国的连续旋转爆震发动机并未得到广泛报道 毕竟这种新概念对大多数人而言还很陌生 但其意义绝对不能小瞧 从媒体发布的照片来看 这款新型爆震发动机看起来并没啥特殊之处 甚至堪称简陋 但有人称它要比东风17导弹还要先进 因为它将掀起航空航天领域一次新的革命 那么这款新型爆震发动机究竟有何来头 我们知道传统发动机靠着机械做工产生的摩擦力来运行 但这样的方式实现动能转化热能的百分比十分有限 很难实现2.5马赫以上的高速运转的功率 相比之下超燃冲压发动机在功率上要高得多 但是只能在特定的3.5马赫以上的大气环机中运作 导致其重复利用率太低 基本只适合一次性使用的高速导弹 像中国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采用的就是超燃冲压发动机 而爆震发动机则是通过巨大的冲击波提升功率同时 又具备反复使用的特点 结合了传统发动机与冲压发动机的优势 因此爆震发动机的用途也比其他发动机更加广泛 包括导弹 火箭 空天飞机 高速无人机 甚至未来新一代战斗机都能用到这种发动机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 此次中国团队研发的爆震发动机全称是连续旋转爆震发动机 这里的连续旋转是指发动机内部带有旋转部件 因为爆震燃烧产生的爆震波 使可爆燃料的压力温度迅速升高 压力可高达数百个大气压 温度可达2000摄氏度 这使得传统发动机部件无法提供足够的压力与温度 为了有别于传统发动机 连续旋转爆震发动机由同心缘构成 可利用旋转部件使得推进机在气缸之间的间隙中流动 省去了很多额外的部件 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成本 并且在点火后 内部迅速释放的热量形成冲击波 这是一种强烈的气体脉冲 其压力和温度明显高于传统发动机 但另一方面 爆震发动机要产生足够的爆震波 至少要在发动机内部实现 每秒百次以上的爆炸 无论是技术难度 还是对材料的需求都远高于其他发动机 因此说爆震发动机的技术 比东风17还先进 并不为过 那么中国的新型爆震发动机放在国际上又是什么样的水平呢 答案是至少领先了西方30年 因为美国现在连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稳定性都还没解决 因此在高超音速导弹上受阻 就更不用说放开研究爆震发动机了 然而讽刺的是 这种爆震发动机的概念还是当初美国人吵起来的 在被一度认为是骗局之后 中国人实现了它 这又是怎么一件事呢 实际上爆震发动机并不新鲜 早在上世纪50年代 苏联科学家就提出了相关原理 当时苏联为了在登月上赶超美国 提出了这种爆震发动机 但由于技术水平有限 爆震发动机始终未能成型 大多数人也没有给予关注 但爆震发动机这个概念 真正热起来还是靠美国人 而且与当年轰动全球的曙光女神计划息息相关 上世纪70年代后 防空导弹开始朝着第三代高空防空发展 像80年代服役的苏联S-300防空导弹 已经实现1.5万米防空 并且其导弹速度达到了5马赫以上 就连当时被认为是外星科技 美国S-R-71黑鸟侦察机 也变得不安全了 于是美国宣布 他们将创造一种从未有过的 全新高空高速侦察机 绝对不会被苏联人打下来 1985年 美国军方向国会提交的预算报告中 出现了一个被命名为曙光女神的计划 该计划属于战略侦察分类中 而在随后两年 美军在曙光女神上的预算 一度高达22亿美元 这也使得曙光女神的名号 不经意间流传开来 1988年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报道中 这么介绍曙光女神侦察机 美国正在研发一款取代S-R-71的 新型高速隐身侦察机 这款侦察机能以超过5马赫的速度 在3万米的高空高速飞行 参与项目的相关研究人员表示 使用S-R-71时 他们知道我们在哪里 但是碰不到我们 但使用新的科技之后 他们甚至不会知道我们在哪里 不过曙光女神又是如何与暴震发动机 连续在一起的呢 根据设计 曙光女神侦察机速度超过了5马赫 而普通的涡扇发动机 是达不到这样的高速水准 在当时似乎只能选择冲压发动机 但是冲压发动机也有一个大问题 当时的冲压发动机 都是为超音速导弹所设计的 只有当飞行速度超过3马赫以上时 空气的冲压比才能达到动力要求 但问题是作为能反复使用的侦察机 曙光女神也需要进行低速飞行 所以冲压发动机也不适用 那么此前被提及的脉冲暴震发动机 就被引入到曙光女神计划中 暴震发动机可以通过 调节内部爆炸的频率与能量大小 平衡飞行器的高速飞行与低速飞行 而且在后来美军展示的PPT中 曙光女神侦察机飞行时 它的尾流不是一条直线 而是一段大一段小的像葫芦一样的喷流 也印证了曙光女神采用的正式脉冲暴震发动机 暴震发动机也正是得益于曙光女神计划 被世人真正的数据 然而30年后的今天 外界却认为 所谓的曙光女神计划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从始至终都是一次美军精心包装的骗局 主要目的就是配合当时的星球大战计划 用来忽悠苏联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90年代苏联解体后 关于曙光女神的报道却突然减少 并且美军很快让SR71重新登场 重回战场 再加上美军又开始拨款改造老式的UR侦察机 人们猛然发现 美军对曙光女神似乎一夜间失去了兴趣 到2000年 高空无人侦察机全球应在美国正式服役 此时很多人都相信曙光女神可能真的只是假的 2009年 美国证实一款名为RQ-170的隐身无人侦察机问世 一些人还坚持认为RQ-170是曙光女神计划的衍生物 结果三年后 伊朗就利用电子干扰设备又补了一架RQ-170 证明RQ-170采用的只是涡扇发动机 至此 关于曙光女神的神话 连同暴震发动机的概念 似乎就此告一段落了 然而 与高超音速导弹超燃冲压发动机一样 暴震发动机的发展 同样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根据报道 清华的试验团队为了研发这种新型发动机 经过了近十年的探索与尝试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通过无数次的理论验证与实验 最终的时候 由于曙光女神骗了外界二十年 外界都认为 暴震发动机不过是美国人口中忽有人的产物 结果中国科学家们认为 这个理论是有可行性的 因为经过十年前新研究 最终让美国人的骗局成为现实